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5月17號的台股最前線 當然今天大家看到蝦老師戴著口罩上節目 就知道說現階段的一個疫情 實際上又有呈現了一個比較擴散的一個態勢 因為在上個禮拜六禮拜天 分別有180個跟207個確診 那大家可以預期就是說 在今天下午公佈的是個所謂的人數 一樣會持續往上去做一個 這樣子持續往上去做一個攀升 所以市場事實上在今天就有一個比較 大幅度修正的一個走勢來做一個反應 那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事實上當時有跟大家談到就是說正常來講 因為實際上以早盤開盤的狀況 當時是跌了500多點 那甚至一度收斂跌幅來到了接近100點左右 當時我們有跟大家談到大概9點半過後 應該會有再一波下殺壓盤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不過當時我們是認為就是說 在整個壓回來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只要沒有去跌破早盤的一個低點 他其實就慢慢指紊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但很可惜的 事實上你可以發現 今天不僅僅是沒有守住早盤的一個低點 甚至在盤中的一個低點都跌破了 在上個禮拜三的時候 當時我們可以看到跌1417點那一天 最低點是15165 那今天的一個最低點來到15159 實際上他也是跌破了當時所形成的 這樣子的一個低點的位置 因此看到這樣的一個訊號 可以說是基本上他就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整體台北股市的一個下跌的走勢 還沒有因此而出現一個結束的一個狀況 那簡單來說的 現階段的一個情形大致上是如此 之前我們有跟大家談過就是說 以台北股市過往的一個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包括了2020年的一個8523 然後以及像是2015年的7203 那個時間點可能有還有 非常多的一個投資朋友 還沒有進入到股市當中 但當時的一個融資維持率 他其實也都降到了135.8% 兩波的一個低點其實都打到135.8%之後 他後續他才出現了一個 V型反轉向上的一個走勢 所以基本上這個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原則上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整體的一個融資維持率 是來到了157.7% 那離這個我們剛剛所談到的135.8%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比較長的空間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去做止跌的話 當然大家也不用就籌碼的一個角度來看 大概也不會有什麼V型反轉可以去做期待 那後續的一個行情呢 關注的一個重點 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訊號 他才會代表有非常有動 所謂止跌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應該這樣子說就是之前的 我們剛剛所談到的這個融資維持率 當然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那預期今天的融資會再呈現 比較大幅度的減少 但離這個135.8% 我相信應該都還有一段距離 那如果沒有辦法去走 所謂的V型反轉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135.8% 這種比較極端的值 他後續走的都是所謂V型反轉 這樣子的一個效應 那如果不是走V型反轉的話 那你只能夠做反覆的震盪 主底的一個走勢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到底主底的時間應該要多久 那必須要試你前面 這一波的一個股價走勢 套了多少的這樣的一個時間而定 簡單來說 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如果以目前的一個指數位置來看的話 實際上你可以發現 大概從2月下旬 然後一直到5月的上旬 在過去這一波 事實上你大概不論買在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就指數的一個角度來看 他其實都是呈現了一個跌破 也就是說這大概是兩個半月 到接近三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 換句話說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要去做主底走勢的話 當然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號 是來自於說 你在接下來三到五天的一個行情裡面 你能不能夠不要再去做一個破底的走勢 因為實際上包括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是5月12號當時的一個 指數的一個位置15 165 它事實上連續兩天反彈對不對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感覺好像底部應該確立穩定了 但是在今天的一個行情 它就再度壓回來去做一個跌破的動作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想第一個要求的可能是 三到五天左右的一個時間 它必須沒有出現在往下去做破底 尤其是在於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比較關鍵的一個重點 應該是在於說 因為每天下午兩點 當然如果說有比較嚴重的事情 可能會選擇在這個 所謂的一個盤中去做公佈 但目前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相對來講是比較少 大概都只有當地的一個政府 會選擇在這個所謂的下午中 兩點中之前就去召開記者會 那以這個角度來看 簡單來說就是 每天的一個下午兩點 召開的一個記者會之後 它的一個人數公佈 事實上都會對於隔天的行情 做一波壓力測試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簡單來說 這個其實就好像你丟一顆皮球 丟在地上 很大力的把皮球往下打 當然它會有一個彈起來的這樣的角度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 其實越變越少 越變越少 那我要舉這個例子的原因是在於說 現階段的一個台北股市 就有點類似皮球的概念 我講的不是說這個指數 能夠反彈的幅度有多高 而是來自於說到底市場 對於這件事情的反應是什麼 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像是今天 最主要就是開盤就先跌500多點 然後180 207 它的反應是往下殺早盤低點的時候 是跌到超過500點的一個幅度 然後開始去做一個收斂跌幅 但後續還是沒有辦法去做挺住 那接下來明天在今天再公佈 那明天開盤再往下去做測試 然後後天明天下午再公佈 後天開盤再往下去做測試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 它一直要測到所謂的市場 對於這種所謂疫情的一個消息 它的一個反應開始出現鈍化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會是比較有主體訊號 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是大家第一個 可能要關注的一個重點就是 什麼樣的時間點當中 大家開始對於這種疫情的一個消息 開始出現利空鈍化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關注的重點 那當然指數的一個部分 就會開始在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震盪的主體 但是還沒有主體之前 我是不建議大家在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強短或者是 這個所謂的強反彈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疫情的發展太過快速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的變數會變得比較多 所以大家最好是看到訊號之後 再來去做一個表態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我知道大家會談到就是 在整個期貨市場的一個空單 因為實際上上個禮拜的 這個台紙期的空單是補到 大概2萬口左右的水準 那這樣的一個水準 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外資其實對於這個行情 沒有再進一步向下去做一個追殺 但是我覺得 因為這樣的一個顯點當中 事實上我們昨天有禮拜 六禮拜天的節目當中 有跟大家談到 就是說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當時4月份的一個結算 在這個地方 那4月份結算的一個狀況之下 基本上你空單怎麼轉 怎麼轉倉 大概都會落在1萬7000點 附近的一個價格對不對 那1萬7000點附近的價格 後來搭上來之後 開始往下去做一個大跌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相信外資他可能會去做一些 這個空單續報的一個動作 但是因為這個禮拜 其實就要去做台紙期的一個結算 所以他們在選擇在 殺下來的一個過程當中 去做回補空單 那重點就是要等攤起來的時候 看有沒有再做一個加空 這樣子一個情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大家可能會看到這個 外資的一個空單其實越補越少 但是你不要被這個現象所迷惑 因為它其實並不是一個 所謂的一個空投碟碗 這樣子的一個訊號 而是來自於說 在整個所謂的一個行情 即將要結算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選擇先去做一個回補空單 那等待的會是在低檔去做佈局 還是說在這個談起來的時候 去做一個加空 這個當然其實就是後續 大家可能要比較關注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大家可以在禮拜三之後 禮拜三台子期結算完之後 大家可以比較留意的一個重點的觀察指標 那第三個則是來自於說 在整個成交量的一個角度 當然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成交量其實已經有開始出現了一些 比較萎縮的一個態勢 但是整體來講的話 當然這個部分代表其實成績的力道 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整個沙地的過程當中 它反而比較容易出現這種 沒有什麼成交量 但是股價跌的比較多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但是就如同我們剛剛所談到 就是說後續你要先把這個指數 不要再去往下去做一個破底 可能相對來講 它才會是一個搭配上亮縮 它才會是一個比較明確指紋的訊號 它如果是一個持續破底 但是亮縮的話 那個其實也並不會是一個比較指紋 或者是指跌的一個訊號 所以現階段 其實我們剛剛跟大家所談到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融資的部分要講到 整個市場的融資維持率要降到135.8% 目前是沒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現象存在 因此基本上它不存在 所謂的一個V型反轉這樣的一個態勢 所以大家在整個操作的一個過程中 當然它要嘛就做足底 要嘛反彈之後 它還是會有往下修正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對於現階段投資朋友 你手上的一個持股來講的話 當然必須要講 我知道砍股票會很痛 這個其實我們在這個市場當中 經歷了這個大小行情那麼多 事實上這個都是一個必經的一個過程 尤其是對於這個過往 應該說這一年左右的時間 才加入的一個年輕朋友 實際上有看到一些這個消息 有那個什麼當沖做這個所謂的長榮 可能套的比較多 一下就賠掉六七十萬 這樣的一個金額其實也大有人在 那我覺得從這件事情當中 其實就告訴大家兩個狀況 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 行情其實原本它就是多多空空 它不會說 只漲不跌或者是只跌不漲 所以跌升之後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出現反彈的一個機會 那差別就是在於說這個反彈彈上來 你要做的是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是要調節你手上的持股 還是說你要彈起來跟著去做放空 或者是你要去搶反彈 這個其實要根據大家的一個資金 來做一個決定 但是從這些例子來看 包括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你說融資維持率 如果整個市場殺到135的話 那代表其實有超過一半以上 可以融資的股票 基本上它是必須要去做追剿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也提供給大家另外的一個想法 是在於說這個顯點 就是我們一直跟大家所強調的 就是你不要去過度擴大 你的一個槓桿的一個操作 這個地方其實少賺沒有關係 大家會覺得說前面這個行情 好像感覺做什麼股票 其實都會賺錢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去過度擴大你的槓桿的時候 當你遇到一次這種崩跌的一個行情 實際上你就可能把你賺的全部吐回去 甚至還貼更多 所以我們是建議大家就是 你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情 就是有什麼樣的一個 有多少資金你就買多少資金的一個股票 不要去過度擴大 那過度擴大當然你有機會一夜致富 但同樣的你也有機會 像今天一樣就可能一個晚上之間 一天的時間裡面你就把你過去賺的 其實全部都去做一個吐回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整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去做任何的一個商品 包括了齊權 包括了選擇權 包括了權證等等 但是我覺得任何的事情你都要考量到 你最大的風險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把風險控制好我覺得才是現階段 大家可能在整個現階段的一個行情當中 操作的一個當務之急 那至於說盤面當中還有什麼樣的族群 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它的風險 或者是說現階段如果要尋求資金避風港 要往哪個方向 我們先進入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繼續幫各位做解析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東東部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個節目現場 那我想在今天整體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個族群 大概都還是落在那種傳統產業類股 然後籌碼需要清洗幅額的一些個股上面 這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跌最多的是玻璃的9.69% 然後鋼鐵的8.82% 跟運輸的8.39% 那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簡單來說就是 其實你說基本面有不好嗎 我覺得倒不全然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你從玻璃類股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實際上玻璃的走勢 或者說玻璃在中國的一個報價 目前看起來其實都還是呈現了一個 往上的一個趨勢 但現階段其實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就是籌碼戰 這個跟整體的這個所謂的產業趨勢 它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相關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股價的一個部分很快 從40.6% 短短1 2 3 4天的時間 它跌回到25.85元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它也是連續性向下去做一個跌停板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你說融資這一波清得夠不夠多 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有時候判斷的一個基準 當然維持率是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就是你要看這一波的一個融資 到底從現階段到底是有多少的金額是呈現的套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現階段股價跌停板 大概是在這一根紅街棒的一個位置 那當時的一個融資是來到了35,780張 這樣子的一個張數 那現階段是來到32,000 也就是說這個波段 它其實原本增加的融資 目前看起來其實都已經斷出來了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說 今天它其實並沒有出現了一個止跌的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它的一個股價合理來講 因為以今天鎖住的一個張數來看的話 合理來說明天其實都還有一個 持續往下開低的一個機會 那開低的機會事實上 它就會有更多的融資 它從原本的獲利變成沒有獲利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才 後面其實都還有這個股價 持續修正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如果說以今天的一個航運跟鋼鐵類股 當然在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有跟大家談到一些重點 就是說你以這個鋼鐵類股來看的話 因為上個禮拜的禮拜五 羅文鋼或者是鐵礦石這樣的一個報價 在中國的這個商品期貨 它其實都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回檔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原本報價上漲的一個利多 在這個時間點當中消失 那當時我們跟大家所談到的一個重點是 你要觀察的是中鋼 因為中鋼當時有 投信大概買了20.13萬張 成本大概是在37.55 所以合理來講 在可以拉抬或者是說 在行情比較好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們其實會有那種 拉解套的一個行情存在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很明顯的 因為受到疫情的關係 所以早盤一度想要去做一個 拉解套的一個動作 但是到了中晚盤之後 看起來還是比較不敵那種賣壓的一個情形 所以當它確定跌破了僅限34.7之後 它這個等於是一個頭型就正式出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價格事實上如果你從即便 你不是算高點的 你就單純算一個平台的波動的區間來看 這也是41.95大概42塊錢 到35塊錢 將近大概7塊錢左右的一個空間 也就是你跌破之後 你有等幅往下測試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那大家當然就要留意說 這個會不會後續其實股價 還有進一步下修的一個機會 因為現階段的一個市場氣氛 他們沒有辦法去做自救 那你就要留意就是說 他們會不會反手去做一個砍出 因為這個其實的確是現階段可能會面臨到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從今天整體鋼鐵類股的一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你會發現鋼鐵類股今天其實又是一排打到跌停板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是融資的一個投資朋友 我覺得該調整還是要先去做一個出場 因為你等到融資維持率130%的時候 基本上你要賣出股票 然後可以收回一些資金的空間 基本上其實已經不會太大 尤其是現階段 又是以整戶維持率來做計算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不斷去攤平 當然短時間之內不會去做追角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那個維持率不夠 你去做反向砍出的話不僅僅是所謂的虧損 那甚至你還要補券商的利息 或者是這個追角的一個費用 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講會比較辛苦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是覺得說就是把部位 你甚至這個時間點當中 你要把部位清空我覺得也可以 那重點就是你要保留到保留資金 然後讓你的後續這個行情千千止跌的時候 你才會有一些低階進場的一個機會 而不是說這個時候 你手上還是滿檔的股票 你就等待它反彈 那也不是說不會出現反彈 但是這個反彈的幅度 它能不能夠到你所期待的那個範圍 或者是回到你原本的一個成本 目前看起來它的難度上面 的確是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想不只是鋼鐵類股 包括航運類股 當然在上個禮拜其實我們有談到就是說 就籌碼結構來看的話 長榮它是比陽明還要來的弱勢一點 當然今天這場檔股票其實都打到 反正都打到跌頂板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它沒有守住這個所謂的一個 大昂區的一個低點的一個位置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股價其實持續往下去做修正那個機會 相對來講是比較大 因為現階段的個股 它基本上沒有反應太多的一個基本面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建議大家 就是說現階段的一個行情 整體的盤面它會表現的比較弱勢一點 那無論如何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去做 先做降低持股的一個動作 然後股市的部分就是 就是不要先資金不要壓這麼重 那可能現階段還是以這個照顧自己 跟照顧家人的那個健康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就是說因為我們畢竟嘛 就是還是沒有停止 就是現階段最新的訊息是那個 高中以下的停課嘛 但是上班其實的話 大家都還是要照常上班嘛 那尤其是搭捷運的或者是說 這種所謂大眾交通工具的一個投資朋友 當然遇到的接觸到的人比較多 那我覺得那種就是防護或者是清潔 可能就要稍微做得比較細緻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今天還是說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還是有這種所謂強勢的一個族群存在 不會做到完全沒有 但是現階段其實大概強勢的 就是會以這個防疫相關的一個個股為主 那包括了像是如果說以防疫醫療的話 像是這個1325的一個恒大 或者說像是9919的一個康納鄉 這個其實都是以口罩不支部為主的 這樣子的一個公司 那事實上上個禮拜五都有出現了 比較大幅度的震盪對不對 但是今天的一個股價就重新回到漲停了 那以目前的這個格局來看的話 應該短時間之內 疫情要大幅度 確診人數要大幅度下降 這個空間跟機會應該是不會太大了 所以這些個股 它等於是短線上面 它持續續強的那個條件 基本上是存在的 即便毛寶上個禮拜出現比較大幅度的震盪 那今天的一個股價其實都創下新高 那如果說以防疫相關來看的話 包括像是6589的台康生 或者說像是6547的一個高端疫苗 這個當然是高端疫苗 當然是國產的疫苗當中 比較有機會快速通過這個 所謂的國內的疫苗的一個核准 因為現在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正常來講都是臨床三期要跑完 然後再申請藥證 那個時間其實都要花比較久 但現階段其實看起來 是有通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其他的一個個股 大致上也都落在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包括了像是原料藥的這個 1762的中化生 或者說像是4746的一個台藥 這兩家公司 他其實都是以這個原料為主 那股價的一個部分 像台藥的部分 他是突破了過去這一波的 一個平台整理區 那保齡附警其實上個禮拜出現 這個當然是檢測試劑 他的股價其實也是突破 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的一個 平台整理的一個區域 那短線上面這一些個股 他的一個表現 其實續牆的機會就比較大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要去做 短線操作的話 可能用 可能往這個方向去出發 相對來講 應該會是比較理想 但無論如何我想現階段 手上的一個個股 還是必須要去做一些調整 尤其是可能產業前景沒有這麼好的 這些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可能未必會反應到他們 所以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有任何的一個 持股上面的一個問題 你不知道怎麼去做處理的 沒有關係 下小時都很願意來幫助大家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廣告當中 跟我們的服務人來做聯絡 那以上就是今天 5月17號的台股最前線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至少